已关闭的滨海湾市区展览馆将会改头换面 不久之后可能转变为社区和商业用途 市区重建局授寻师表示 目前正在招标征询意见 展览馆的用途改变之后 仍然是公共场所能够为滨海湾注入更多的活力 来看记者 聂国威的报道 滨海湾市区展览馆位于滨海湾金沙附近 去年的滨海湾展览结束后关闭 楼高两层的建筑物 面积约七个五房式组屋单位的大小 目前建筑物的部分空间出租给餐饮业者经营 滨海湾市区展览馆在2010年7月开幕 当时耗资了1000万元建造 主要展示了滨海湾一带的发展过程 事件局表示 随着滨海湾这几年来有了明显的转变 现在是时候赋予展览馆新的生命 事件局表示 很多城市都为新区设立展览馆 介绍新区的发展 一旦新区发展到一定的规模 展览就跟着结束 当时设立滨海湾市区展览馆 主要是这个目的 有游客认为 改为公共设施最好 商业气息肯定是很够很够的了 因为整个新加坡的商业气息都很浓厚的 所以不缺说把这个地方再换掉 再去shopping 不缺这么个地方了 专家建议如果由私人业者接手经营 最好是开辟同体育或康乐活动有关的零售店 人民协会或许也能接手 人民协会它还可以在这里 就像是一个市中心的一个联络所 那么在这里举办一些康乐的活动 比如可以出租脚车 出租风筝 出租一些水上活动的一些仪器 据了解 经营者可以租用三年 之后再续约 事件局强调 目前只是收集意见 但还没决定要不要出租 新闯新闻记者聂国威报道